開了耶 果然有效 這是 波香泥研磨器 綜合胡椒粒 我們試看看 因為用完了 那要看怎麼樣可以把這個打開 這樣子扭開 試看看 基本上應該硬拔就可以開了 這樣子拔不開 網路上看到 說可以加熱 讓塑膠膨脹 就可以 比較容易打開 那我們來試看看 好 我們來加一點水 讓它 用熱水 看看它 是不是可以比較容易打開 應該是先燒開吧 燒熱了 這種胡椒粒研磨罐 用完後一般都會直接丟掉 老實說有得給它可惜 其實這種胡椒粒研磨罐 用完後 是可以重新冬填使用的 而且還很好用呢 也可以拿來冬填海鹽 或其他需要研磨的香料 這次剛好有學妹送來了一些曬乾的胡椒粒給我們 所以就順便來試看看 如何打開用完的胡椒粒研磨罐了 好 開了 那我們試試看看 先把水關掉 有點擔心 不怕太熱 將鹽毛罐 放入熱水中浸泡 浸泡約120秒左右 好 好 好 先暫停 試看看 先試一下吧 剛剛泡了 兩分鐘 那其實後面應該很好 開了耶 果然有效 呵呵 喔 開了耶 果然有效 呵呵 喔 適合 那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